最近幾年郵輪興起 基隆港在前年 客運量首度突破了百萬人次大關 不過受到疫情影響 去年全年的客運量 掉到只剩下了二十五萬 基隆港就趁機進行升級改造 東西按大樓全面翻修 希望提升營運效能 接近基隆港區 郵輪調整角度準備靠港 郵輪遊客進出的基隆港東岸旅運大樓 正進行大翻修 除了外牆拉皮 內部在新增報道櫃台和自動通關系統 出入境通關效率 渴望從每小時一千兩百人 提升到三千人左右 而主攻貨運的西岸 將興建複合商業大樓 預計耗資一百零四億元 也要開始對外招標 大概是地上二十九層 地下兩層的建築 那目前在招商 本來今年在招商 因為有疫情的關係 那目前我們港公司同學 透過四信招商的方式 大概有一百家 這個廠商都已經接觸了 受到疫情影響 基隆港靠港郵輪 目前只能在國內跳島客 去年全年客運總量 二十五萬九千八百零六人次 只有前年的四分之一 不過貨運量 卻逆勢成長百分之五點六 基隆市政府表示 趁著疫情 港區將全面升級 東岸的海洋廣場 也會翻修讓門戶變美 國門廣場 我們就會開始來動工 包括我們的火車站前面的圓環 包括我們火車站前面的天橋 將會開始進行拆除 屆時 基隆市中心區 將會有一個天翻地覆的轉變 消防部表示 將督促港務公司 與地方政府合作 讓各項工程 可以提升基隆港營運效能 若是招標順利 預計各項工程 在今年底前都可以陸續完成 就等疫情緩和 迎來更多商機 記者需要收看 接著我們報導